看看 強正集團的兵書終於能見到了 這個戰術能不能夠取得成效 天霸被淘汰了 但他們是帶著八個淘汰離開的賽場 他們這一局比賽的分數絕對是夠了 沒錯 已經追到了積分榜的前三名 明明是整個團隊的最南部的選手 他可以繼續地往這個平台的北邊靠 因為那邊還有一個空頭箱作為眼底 紅臉娃還在 紅臉娃的迷你也是有的 他的隊友迷你也還不錯 紅臉娃賽區也是有不少的迷你高手 估計也是被這幾年的時間裡 Top所帶起來的一個風潮 各位觀眾朋友們注意了 現在野貓做了一個非常大膽的操作 因為他已經把目標放在最後的一打一了 就是四打四的情況 來就可以 攔截下來一個 雙明明拿下十殺以後 野貓不能倒 這個位置野貓是可以稍微等待一下的 這場載具有爆的風險 看看要不要提前自己把它引爆 中間點位的野貓他們只是要做去感 快炸了這個車 冒黑煙了 但是這個位置三個人的話是有點危險的 紅煙了還行還行 最危險的一波車炸躲過去了 其實我覺得來一個兩個就足夠了 對的 三個我覺得很危險 如果是 你看 就像現在這個情況 你三個人在這個點位 他就變成一個主戰場了 對的 他其實做牽扯是非常不錯的 是 拉克斯準備直接抽 那明斯根這個時候架倒一個 看看後進架槍來ZUK 連續的中距離擊倒 上車 他的小籃頭要趕緊往前衝了 另一邊似乎拉克斯扔出了一顆致命的雷 正面有些難頂 七秒鐘的勝利時間 五秒 四秒 三秒 能不能扶起來 目前沒有手雷投過來的一個信息 撐起來以後要散開 不要同時再被雷倒 SUK也帶著他的五個淘汰 來到了正面 看看他這個 他手裡有九顆雷 但ZUK這個時候也雷倒了野貓 他的狀態很不錯 好 能不能打到 看看正面的GAP 沒有問題 DBS輕鬆拿下 但另一邊對手 Redface也是跟隊友一塊被扶了起來 還是一個二打二的局面 野貓有沒有機會再被續緣扶起來呢 三百斤的野貓 如果能扶起來的話 中距離是一個很大的補槍 但是這個槍線一拉有點危險了 對 這個角度有些難受了 先上平台嗎 先上平台可以高打低 沒有問題 Messer他在騙自己啊 只上紅臉娃了 還不出手嗎 紅臉娃一個連點 這場比賽我們可以在最後時刻 看到微博大戰紅臉娃 紅臉娃現在主要是有一個圈點 他是在白圈範圍之內的 他想進去一個安全區的縮圈 然後進去卡地 卡微博吧 他這個位置其實繞得還挺巧的 這個不太好 現在的情況就是微博 看看能不能有用的載具 動車了 那這個時候你要打車的話 後面人也能隨時駕 這就是雙人的優勢SUK 拿到了AWM 別頂得太近 GAP別頂太近 可以 這個位置 停得非常的考驗 慢慢拉扯 他手裡是有雷的 還有足足四顆 紅臉娃他的物資 是沒有受過補給的 紅臉娃即將被炸 卡平 直接把他炸紅了臉 恭喜微博Gaming